欢迎收看财经几时通 我是婉伦 今天台股开低走低 而且台积电还降频 难道电子股没戏唱了吗 让我们来欢迎李欧 大家好 我是李欧 台北股市今天下跌255点 为什么今天会跌那么凶呢 因为上礼拜 礼拜五的时候台积电被外资降频 那到底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我们看到今天真的跌蛮凶的 一路往下走低 而且收盘收在几乎最低的一个状态 很多投资朋友就感到很担心 很害怕 就一直问电子股不行了吗 台积电不行了吗 其实也没有这么严重 你仔细看 这次新闻讯息 上礼拜而且是在盘后 他说降外资平等到中立 中立而已 就是中间580块 那外资的这个标题很爽动 媒体标题很爽动 他说如果你投资台积电 未来就像是死前一样 因为他股价可能不会动嘛 甚至于会让投资人套牢 那你仔细看中立的价格580块 今天收盘收多少 583 那请问你还要杀低吗 更何况大部分的外资并没有调降目标价 只有这一家美系外资把它降到580块 更何况请问台积电未来的基本面 它的晶圆代工的技术是全球领先 未来5年内有任何一家业者可以赶上他吗 没有嘛 所以啦 护国神山还是一样的高嘛 那再来583跟580只差3块钱 你有必要为3块钱把它砍出来吗 没必要嘛 那你仔细看下面这条黄色的移动平均线 叫做半年线 半年线有没有从左下往右上 有嘛 那代表说它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上升趋势 那这种情况 请问何需要杀低呢 好 那这是台积电的部分 再来个股表现 OMG上礼拜最强 连续4个交易日4天涨停板 今天又涨停板 而且收盘锁住 等于说5天5根涨停板 它算不算电子 算啊 那你仔细看短线创波段新高 那为什么短线创波段新高 它还可以再超越它自己 因为它的转投资 子公司叫绿界科技 今天又大涨喷出十几% 好 重点是长线低位阶 长线地板嘛 所以不用担心 那华琴 做这个主席板板卡 你仔细看工业电脑 今天也创短波段新高 做工业电脑 迷你电脑 电竞系列 主席板 伺服器的工作站 短线上看起来创波段新高 这个6月2号就跟大家讲过了 请问月线这个架构 之前最高540 现在多少 还在相对低档 所以股票有分高位阶跟低位阶 高位阶你不要去碰它 低位阶还是可以买 那除了电子以外 这个生技族群 有没有信呢 今天保联父亲做快筛 这个快筛打到快跌停 差四档跌停 那大家又担心了 其实现在看起来好像 单日新的确诊人数剩75个 好像很少 可是实际上居家快筛 还是有一定的需求量 因为我们看到 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虽然变少 可是死亡人数还是维持在20到30之间 代表说还是有些隐形着 未被抓出来的确诊患者 所以居家快筛 还是非常的需要 所以我想 你看之前只要回到 30日移动平均线 就有支撑 这一次今天又回到30日移动平均线了 重点是长线 在低位阶 在地板 有没有月线架构 它不是在高档 它实在是低档 低档 好 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了 记得加入李游老师的LINE 跟Telegram 才已经继续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